大家好,我是马赛克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无针线做束口袋 只需要剪一剪,年一年烫一烫 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可爱的束口袋哦 要准备的材料如下 要做纸型的大张纸一张 要做束口袋的布料一个 束口袋的绳子一条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任何自己想要的绑袋哦 不过要助力摩擦力不可以太大 不然会拉不起来哦 一般的笔和水消笔 直尺一把,剪刀一个 日本裁缝上手布料粘着剂和运斗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来规划纸型 我想要做一个15x20的束口袋 束口袋边边的地方 反折的地方 差不多一公分 里面会穿束口袋的绳子 那反折下来粘合的部分 我也抓1公分 总共2公分 差不多像这样子的尺寸 那如果把它变成平面的话 就会是一个长方形 底部是15公分 那高度的话 20公分再加上2公分 总共44公分 那收边的部分我都留1公分左右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将纸摊开在桌上 拿出纸尺 边量出22公分 另外一边量出15公分 画一个22x15公分的长方形 接着沿着15公分的这一条边 对折 对折之后将纸型剪下来 剪好之后 再拿出纸尺 从顶端的地方量2公分 再往下量2公分 另外一边也做上记号 把2公分处对折 这样就做完了整个纸型的部分是44x15公分 接下来拿出要做束口袋的布料 让布料的背面朝上 先用熨斗烫平 我这次用的布料是直条纹的蕾丝 那我希望做起来的束口袋 条纹是这样子的走向 所以 将纸型摊开 对齐条纹的走向 边边预留一点空间 拿出水削笔 开始描咯 将纸型的形状描出来之后 拿出纸尺 往外延伸1公分收边的部分 这样就画出了一个小的长方形和一个大的长方形 沿着外侧的长方形 把布料剪下来 剪好之后 把它对折 拿出刚刚的纸型 照着纸型上的2公分的记号 在布料的顶端 量2个2公分 在最底下的4公分的地方 往外延伸 画一条线 翻过来 另外一边也要做一个记号 这样束口袋的本体的布料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先把顶端的地方收边 拿出裁缝上手 在上面这一条 挤上裁缝上手 把它涂匀 沿着内侧的长方形的轮廓 往下折 翻过来 另外一边也用同样的方式涂上裁缝上手 沿着内侧长方形的轮廓往下折 拿出熨斗 烫20秒 翻过来再烫20秒 烫好之后打开 将布料的正面朝上 可以看到刚刚做的水消笔的记号 在长边的这两端记号 中间这一条 挤上裁缝上手 另外一边也是 涂好之后将布料对折 两边对齐 粘起来 烫20秒 翻过来再烫20秒 烫好之后将正面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长这样 接下来把这一段往下折 拿出裁缝上手 拿出裁缝上手 将刚刚四公分段的这个记号的范围 浮上裁缝上手 沿着内侧长方形的轮廓线 往内折 另外一端也是 都粘好之后烫20秒 烫好之后拿出紫尺和水消笔 从最顶部的地方 一公分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然后连起来 另外一侧一样也是 做一个一公分的记号 画好之后拿出绑带 边边差不多留这样子的宽度 剪下来 这一条蕾丝缝带比较粗 所以我要把它卷起来 这样等一下再黏的时候才不会黏到它 贴着刚刚画的记号的下缘 上一个U字形的形状 再剪一条一样的长度 一样把它卷细一点 然后U字形反方向放在同样记号的下缘 放好之后拿出裁缝上手 上一条裁缝上手 细细的一条就好 不要太粗哦 往下对折 粘到底部的地方 另外一端一样 比上细细的一条裁缝上手 稍微涂匀 压住蕾丝缝带 往下对折 接着拿出运动 烫20秒 烫好之后拉紧 再把它打开 分立一下 在绑带的两边 先打一个火结 再打一个蝴蝶结 另外一边也是打一个火结 再打一个蝴蝶结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再拿去水洗 把里面水消底的痕迹洗掉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好了一个束口袋啰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